然后咱们想想昨天学的东西没忘掉吧 没有啊 那么首先回忆一下咱们昨天第一个说了几个浏览器就是了解的东西 对吧 第二个咱们就介绍了一下这个HTML 这个东西咱们一听是不是就能明白 咱们HTML就是做网页的 对吧 就是别嫌网页的 那么它的这个基本结构就是这么几个标签 HTML包含HID和HODY 对吧 他俩是兄弟啊 HID和HODY是兄弟 头和身体对吧 你不能说把身体装在头里面是不是 也不能把头装在身体里面 是吧 他俩是兄弟啊 那么HID里面包含一个态度标签 这是咱们整个网页的一个标题对吧 体现在什么地方 就体现在这块 是这样吧 再一个呢 咱们说了 学习HTML 它叫做超文本标记语言 那么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这是它预制的一些标签 是吧 那么我们学习的也是自己写的 自己印的一些标签 对吧 那么我们学习标签 首先学习了说 这个HTML 它首先是由报纸演化来的 那么报纸中首先就是有标题 是吧 所以就是H1 H1 H1 还有什么呢 H2 H3 H4 H5 H6 H1最大 H6最小 但是它们都是标题 是吧 并且它们这个标题呢 在搜索引擎优化中是有一定的比重的 是吧 最后咱们又说到什么呢 说有了标题以后 它是不是应该有段落 段落是一个P吧 哎 换个T就行 然后 呃 除了这个标题和段落呢 我们说 这个标题和段落中间 貌似的还是有一条横线的 对吧 哎 然后呢 分割线 我们用HR 它是一个单标签 就不是成双成对的 是吧 再下来咱们还有什么呢 BR标签 化行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在这块呢 化行化行化行 这个浏览器它不识别 对吧 不识别咱们单纯的这个 要回车见化行啊 所以呢 化行也是需要一个标签的 在ATML中 任何内容都是标签 那么我的言外之意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做网页的时候 碰到一些内容 没有放在一个标签中 那么你这个网页就是 不太有规范的 能理解吧 所有内容都是标签 你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化行都是要标签的 再接下来呢 咱们介绍几个稳稳标签 修饰文字的 有这个B标签 有I标签 还有什么呢 EU标签 那么这几个标签 一个是 自己加粗文字倾斜 加下滑线 对吧 与之相对应呢 有几个强调标签 就是 EU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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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A标签 那么最关键的是 它的HRIF这个属性 对吧 里面放的是一个链接的地址 是吧 那么这个A标签呢 像内部链接 外部链接 内部跳转 外部跳转 无非就是放一个页面的地址 是不是 外部跳转呢 就放一个网址 还有一个下载标签呢 是当你这儿放了一个浏览器不能识别的文件的时候呢 它就要下滑 是浏览器的一个机制 是吧 最后呢 说到这个 比较难理解的是这个猫点 对吧 猫点啊 那猫点无非就是一个点击 一个目的地 是不是 一个点击 一个目的地 点击的那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A标签 并且它的这个格式 也是HRIF 然后是警号 后面更一个目标地址 是吧 目标地址 然后呢 另一个目标地点呢 咱可以随便使用一个标签 比如说就使用P标签 咱可以ID等于那个 目标地址 这就是目标地址 是吧 这两个事就形成了这个猫点吧 你把它放上面 这叫直达底部 你把它放下面 这叫回到顶部 是吧 还可以回到页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是不是啊 这是咱们说的猫点啊 这个超链接 那么除了超链接以外 咱们是不是最后介绍了 图片标签 图片标签最重要的 也是它的这个SRC的属性 里面放的是 图片的地址 是不是啊 把图片的地址放在这 说来说去 有好几个地址呢 我们又介绍了这个 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 是吧 绝对路径 相对路径呢 它就是从自身开始寻找目标 是不是啊 找到自身跟目标之间的那个关系 上一层呢 还是下一层 对不对 它是同层的 是吧 绝对路径呢 它就是从计算机开始 就是以这个盘幅开筹对吧 从这个盘幅开始寻找目标 这是绝对路径 是吧 绝对路径 这是 咱们昨天还有 还有什么东西没说到的 还有列表没说到 是不是 列表 那么列表呢 咱们说有三种列表 有序的 OL 欠靠 LI 对吧 列表之间是可以嵌套的 咱们里面是不是还可以嵌套一个无序列表呀 但是这个无序列表 是不是必须得放在LI里面 你一定要放进去 一定要放进去 否则 里面的这个小列表 它就不属于外面的这个大列表了 无序列表是UL 然后呢 那些属性呢 大家了解就好 了解就好 然后说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列表呢 自定义列表 它是DL里面 签号什么 DT DT 还有DD 是吧 DD可以写好多项 但是DT只有一个 是不是 对 这是咱们昨天讲的内容 是吧 我烦尔 我烦尔 好吗 我烦尔 好吗 中文字幕——YK